1比0 今天一看原来徐老师是玩公式足球的 听完了两位老师又有带来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也是看一看前方的备战情况 看一看对于今天这场非常非常重要的比赛 两边都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陈渡龙城队在6月1号一大早就乘坐飞机来到上海 备战这场和上海海港队的比赛 而在上一轮联赛当中 陈渡龙城因为伤病的原因派出了一个轮换的阵容 那么实力受到一定的削减 所以也导致其实球队在攻防两端的表现 没有达到预期 整场比赛没有创造出太多的机会 最终凭借菲利佩的进球 帮助陈渡龙城在主场取得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也帮助球队是保持着跨赛季24场不败的记录 而这场面对上海海港队的比赛 陈渡龙城方面好的情况 就是在上一轮联赛结束之后 球队是有5天的休息时间 有一个相较于完整的备战时间来备战这场比赛 队员们的体能也保持得非常的不错 首先的话这场比赛对上海海港 我非常期待这场比赛 然后的话也现在知道上海海港支持球队 现在在中超战事排名第一 然后他们也是一支传统的强队 但是我们球队也是中处了很多的努力 从去年开始我们也是一直保持很多场比赛的败 那么所以说明天这场比赛我是非常的期待的 那么当然也知道上海海港作为中超的老牌竞语 那么我们球队也会去尽量地去跟他们打一场精彩的比赛 然后的话呢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 我们这个一直没有 就是我们从去年开始 然后很多场比赛 我们没有输掉这个比赛 那么其实我觉得也给我们所有的队员很多的自信 然后的话呢明天这场比赛 我们也会竭尽全力 像之前我们的每一场比赛一样 每一场比赛竭尽全力 就认真地替每一个对手 那么我相信现在我和我的队员们也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明天我觉得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成都荣城本赛季在进攻端让球迷们眼前一亮 目前金明友费力配合艾克森均以四例进球 并列联赛射手榜第四 龙木罗更是以八次助攻位列联赛助攻榜第一 不过成都荣城金明友因为受伤的原因 已经缺席了两场比赛了 赛前主教练关于金明友的问题 并没有给予正面的答复 不过在赛前的最后一堂备战训练课上 并没有看到金明友的身影 不出意外的话 他也将继续殷伤缺席本轮联赛 这对于成都龙城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今天有过这位队员之前比赛的时候 有过这个手上的情况 很可惜的 很比赛 不能出难 然后我觉得关于这一块是非常地遗憾的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这个后面准备的这些队员 他们准备的特别好 所以说给我的选择也特别多 其实我觉得我们球队最大的 让我觉得最有自信的 我也是觉得我们球队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我们相比于我们的手上 我们所有的队员 他们在后面 他们在后面 我们在后面的队员 他们都准备的特别好 然后从他们的准备的一个 整个的精巧面貌 然后包括从他们准备的一个态度来看 那么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那么的话 这也是在很多时候给了我很大的资信 但我也相信这是我们球队 很多场比赛不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本场比赛的另一看点则是 成都龙城镇中艾克森再次来到上海 面对老冬甲 他曾在上海帮助上海海港队取得过联赛冠军 对这支球队也非常的熟悉 再次面对老冬甲 艾克森在场上的表现成为了焦点 不过徐振元也提到了赛前和艾克森的交流当中 他对比赛的期待程度 当然我都知道艾克森以前曾经在上海海港有过效力 我觉得明天的这场比赛也会是一场非常有意义的比赛 其实今天艾克森来到我们球队的时候 从他自己本人的身体环理开始 一步一步他做得特别好 这样的话也是非常快速的能做到我们球队 那么之前的表现非常好 然后在竞争端当中很大一个取得了进球 那明天的这个比赛呢 我相信会成为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那么之前的话也是在酒店跟艾克森有聊过 艾克森的话他本能对于明天的这个比赛 还是第一非常重视 第二他也会觉得明天的这个比赛 对于他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比赛 然后呢明天我相信艾克森 一定可以拿出很强的精神力 然后去面对明天自己的老同家 另外成都荣城在后防方面也急需改善 后防此前多次在比分领先时 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导致失球 好在主力中尉理查德现在已经回到阵中 面对上海海港这个强大的对手 成都荣城需要做好迎接困难的准备 腾讯体育记者上海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们看到刚刚这样的一个发布会当中 教练也是很多次提到了 关于这样一个跨赛季24轮不败的精神 我们要请教两位老师 因为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赛前 其实有很多的媒体反倒是看好海港这边 觉得呀成都的不败精神要被终结了 老师们怎么看呢 会有这样一个可能吗 好回答吗这问题 你现在你想打败 这个其他球队想打败成都的不败精神 比海港要更难一点吗 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 你现在只有说强队 才有可能去击败成都的不败精神 所以很多人对这场比赛的期待 他有所不同 再加上海港今天是主场 所以这个比赛成都其实并不好低 但是你说就真的一定能打败这个不败精神吗 我觉得也不一定 因为成都队如果真的打起反击来 前面的这几个有特点的球员可不好防 我觉得他只要有机会得分 他的防守做的好一点 也未必能输球 我是觉得今天让球海港不好提议 我个人感觉今天成都在客场非平即胜 我希望今年中华冠军悬念主要是留在最后 别到时候一直独秀了 像德甲似的 今年德甲也热闹 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到最后哪怕你胜个四五轮还有冬冠悬念 这个是好一点的事情 对整个联赛观赏性竞争来说这都是好事 咱们接下来看看这个球队到场的画面 徐正元 菲律佩 菲律佩这个赛季表现也很出色 四个进球 而且各个关键 这场比赛成都这边还是全主力出战 目前能上的主力全上了 当然金敏友现在是有伤病 在金敏友受伤之后 他在异位的位置实际上也在做着不同的尝试 对我们看一下赛前的采访 我们的阶段是很好的 我们的阶段是非常好 我们的阶段是很好的 我们的阶段是不不错的 我看而不太好 然后今天我们的阶段是 我们的阶段也是一首先 我们的阶段是一样的 我们的一生亭的阶段 最好有的阶段是 能够約好好的阶段 可是这部分和赛季的阶段都做得很好了 我们在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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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样的准备 首先的话呢 从我们球员他们整个的备战情况 包括他们整个备战的精神状态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今天这个比赛的话呢 我们全队上下会团结一致 然后的话给观众奉献精彩的比赛 今天我们我相信我们所有的队员 不光是我 包括我所有的我们场上的队员 已经会竭尽全力 然后我们争取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然后我们再回我们的城堡 好 接下来再来看看上海港球队的到场画面啊 其实从压力方面来讲的话 海港作为联赛领头羊又是在主场作战 这场比赛又是赛季第一次啊 有两万名左右的球迷入场 到场人数最多的一场 他们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啊 是的 严峻龄啊 这个赛季依然是有着不错的发挥 吴磊 吴磊上一场比赛打亚太没有进球 确实非常可惜 那场比赛作为联赛射手榜榜首的位置之争啊 队友们是真是给吴磊传球 但是吴磊就差点进球运 始终进不了啊 自己就打了两次门框 所以说看看今天 吴磊有没有机会去追赶一下 莱安达多 因为莱安达多这些赛 昨天打关啊进球了 对 以前是独自领跑射手榜的 哈维尔 后边平科和巴尔加斯 平科呢最近是沦为了球队的替补前锋啊 确实赛季出的表现没有征服主教练 教练呢也是调整了自己的打法 因为现在阵中没中锋了 我们看一下哈维尔的采访 我们可以控制这些事情 在我们家里 我还不知道 我还没关系 其他人在做的 当然 游戏是快速的 我们需要挑战 但是我现在觉得 他们现在有自己的信心 他们知道怎么玩 我们知道怎么玩 球 我昨天其实就说了 我也在重复一下 就是我们应该球队目前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那么 我也不想去说评论 其他人怎么看 说我们好像这个休息的少啊 别人休息多这个 这我们不管 我们就把那个我们可以控制的啊 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然后去做好这场比赛 我知道这场比赛 对我来说 对我们来说是一场非常好的一场考验吧 那么我们 能够希望发布出最好的一个水平 去到一个好的一个结果 看完了前方啊 最新的一些球员到拿和采访的画面 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这样一组数据 来自两支球队上赛季的交锋的对阵啊 他们有交锋过四次 其中包括两次的足鞋杯和两次的中超 那其实海港取得了三胜一瓶这样的一个成绩 我们先来邀请一下两位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 我们通过数据可能能看到进球数是不少的 那这样的一个数据 关于这个赛季的对比 是整个的实力差距变大了一些呢 还是说有所增进有所减小 没什么三考价值吧 我也是这么认为 因为两场足鞋杯没有什么价值 是 两场联赛一场3比0 一场0比0 说实话也不是太有价值 这个赛季的这个成都队的由于打法的改变 基本上这就借鉴不了什么东西了 因为打法变了 看看这场比赛这个徐正元到底是怎么打吧 刚才镜头给到了远道而来的成都的球迷啊 不入虎穴烟得虎死啊 这个挺好是吧 以后客场球迷带这个标语都挺好啊 我来你这冒着危险拿分来的啊 阿克森呢也在和自己的老朋友们打着招呼啊 他曾经在这里效力了三个半赛季 表现也是相当出色的 这场比赛我们看看赛前 会不会去的部给他有什么小的欢迎仪式啊 或者说爆首发的时候啊 球迷会不会更加热情一些 阿克森呢在海港是16到19年啊 然后19年夏天又回到了广州 他一共为海港上海上港呢是出场117次 打进54球有29个助攻 这场比赛乌磊和埃克森的一个数据对比 两个人都有过10次出场 在进球方面呢 乌磊目前是排在射手榜第二位进7球 埃克森呢14个进球排在射手榜并列第4位 应该还是有一些海港的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在和埃克森合影啊 老朋友又见面了 这是现场的成都的球迷 今天镜头多次拍到他们 他们从目前我们看的一个全球画面来看的话 刚才来看来的人还是不少的 而且这个声势很浩大 这是主场的上海海港的球迷 刚才唐能也做过介绍了 南看台的死中球迷区呢很早就到达现场为球队加油助威 这毕竟是中招这个赛季一场榜首大战啊 第一的球队对阵第二的球队 而这场比赛呢 比之前的几场主场呢 卖了更多的票 预计将会有2万左右的观众到场观战 这比上一场打河南队的比赛应该会多出至少四五千人 刚刚我们也通过数据看到了双方上个赛季四次交手的一个记录 在上个赛季的四场比赛里边呢 海港呢是全部零封了成都 当然那个交手呢 我们也介绍过 没有什么太多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这个赛季两队是不同的阵容不同的状态去交手的 这是成都中城的替补席 看到了杨一鸣 董延峰 这是他的替补后卫 相对来说呢成都这边的替补前锋就很少了 只有帕拉西奥斯一个人 另外能打前锋的就几乎没有了 所以说一旦球队未来再出现攻击端的阵容的变动啊 尤其是阿克森 菲利佩如果万一啊受到上面的影响 他后续可调整的余地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大 这边海港的替补席相当豪华 巴尔加斯克 平科两个外援在替补席上 另外还有魏震啊 还有李申源 这都是非常出色球员 但刚才我们介绍过的李昂和吕文君两个队员 今天是并没有进入球队的大名单啊 正常的一个轮休啊 上汽浦东足球场 刚刚我们的记者也介绍过 是专门为俱乐部打造的一座专业足球场啊 非常的现代化 也非常的漂亮 他别名白玉碗 好 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 双方队员已经是步入了上汽浦东足球场 今天的主裁判呢是来自北京足协的傅明 两个助理裁判分别是来自河南足协的刘星 来自河北足协的李英斌 今天这次官员呢是贾智亮 两个士兵助理裁判来自重庆足协的金晶元以及袁坤 我们看到买提香今天是投缠绷带作战 他是上一场比赛对阵长春亚太那场比赛呢 美股被撞开了 应该只是皮外伤 这场比赛依然首发出战 轻伤不下火线啊 对 请全体起立 奏中华人民共和国伯格 再次线 二十九 三十九 三十二 三十四 二十三 八十四 三十五 四十五 三十四 徐正元和哈贝尔 两个人在赛前握手寒暄 这俩人是不是沟通起来比较麻烦 但是你俩人能直接沟通的话 可能用英语 要不然还得上两个翻译 对 用英语就直接可以沟通了 徐正元肯定会说英语 这是现场的上海港的球迷 成都的客场球迷区 也得有几百人吧 两三百得有了吧这点 今天成都中城呢 是穿的客场的白色球衣 和上一场比赛相比较呢 他们的手发阵容是做了两处调整 今天唐欣进入球队的手发阵容 打了主力的右边路 然后呢在后防线上 李查德我们看到今天 商誉复出进入手发 而老将勾俊晨回到了替补席 还是三四三的阵型 今天唐欣和唐淼兄弟俩一块手发出战 唐淼的上一场比赛是下半场替补的干锐 今天干锐做回球队替补阵容 双方队长奥斯卡和周内阳进行挑边的仪式 奥斯卡上一场比赛打成下代 收获了一个直接任意球得分状态 非常出色 而且最近五场中超比赛 他都能够直接参与进球 他在中超的最好数据 是在2019年的6月份到7月份 曾经连续六场中超参与进球 这场比赛如果能够直接制造进球的话 他将追凭自己的中超最好记录 海港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较 只做了一处调整 今天左后卫的位置 32号李帅首发 他这赛季第三次联赛首发 顶贴了上一场比赛首发的吕文军 吕文军是身体稍有不适 也就直接进行轮休了 也不冒风险去打这场比赛 徐正元剪完头还挺惊人 很帅 徐正元今年向 球迷展现了不同的战术风格 他确实是一个很出色的教练 而且每一场比赛的新发布他都说 我们可能确实丢球比较多 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球迷 我们是真希望为他们贡献精彩的进球 打出来精彩的比赛 这可能每个人 每个教练对足球的理解不一样 贝尔萨我就是要打4比3 但穆林尼尔我就要1比0 风格不同而已 对 这个足球的战术没有绝对对合错 费尼佩和宝尼尼尔两位公投外援啊 看看今天谁的发挥更出色一些 吴磊也理发了 理理上一场的没运啊 上一场确实打门框四处太多了 海港上场比赛单场四次集中门框 也是本赛季中烧到现在为止 所有球队里边集中门框单场最多的 主赛办复明吹下了全场比赛 开始的哨音 腾计体育为您带来的 2023赛季中烧联赛的比赛直播 中烧联赛本轮的一场焦点大战 有排名榜首的上海海港 在主场迎战排名第二位的成都荣城 上来之后后场第一季长传球 想打左边的空档没有成功 买西江投球顶给伊萨卡龙 王神超 连续的高空作战 伊萨卡龙顺道中路 周定阳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 成都中成的这边门将 33号张岩 后防线有5号胡瑞宝 40号理查德 26号刘涛 在中场线 3号唐新 8号周定阳 4号张公 20号唐鸟 在封县 9号X3 21号菲律佩 10号罗姆洛 上海港的首发门将 1号严峻林 后防线 32号李帅 4号王神超 3号蒋光泰 5号张林鹏 在中场线 25号买提江 6号赛维康 8号斯卡 封县 34号伊萨卡龙 9号保丽尼奥 7号乌磊 这是今天两队的首发情况 待会具体大法和站位在游戏量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啊 今天这个两队的出场真容跟这个呃大家看到的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 嗯 基本上就是大家呃所呈现的啊给大家所呈现的 今天也是这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由于昨天的这个公益课啊 嗯呃喊的有点大了啊 所以今天嗓子有点哑 希望所有腾讯的体育的球迷朋友能够理解啊 感谢大家 今天开场呢海港一看不是很急啊 对呀 他收着打了今天啊 对 因为成都呢一般是抢开局的球队确实开局会比较凶啊 他们可能也看到了这一点 今天开场之后保丽尼奥是在封线最前面 对 胡磊呢还是站在左边路的位置 胡磊在左边 菲利贝雄庭转身 球往左色转移 视野非常开阔 唐新上来 中路龙龙在接应 伊萨卡龙完成一次破坏 秦宾有受伤之后呢 刘斌在这个位置打了打 但是刘斌呢还是防守要更好一些 而且踢左边呢并不太适应 现在唐新打到左边异位的位置 然后让唐淼去打右边的首发 唐淼呢也是付出没多久 也在慢慢的找状态和适应比赛节奏 正常来讲的话 以唐淼的能力和他受伤之前的进击状态 在中超的任何一个队打主力都没问题 没问题对 李沙德 有的时候运动员经历一次大的伤病啊 确实对球员的影响 状态的影响很大 又是长转找菲利沛拿一点 菲利沛大腿停 双方拼中场 富明那个哨给的还是不错啊 刚才确实是之前没有犯规之后 时机这个犯规确实有 这个给受了时机也不错 富明现在是我认为国内裁判里边 数一数二的这种级别的裁判 能力水平还是非常不错 买提江 从他这个包扎的情况来看的话 应该对他的视线不会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可能顶头球都是心理层面 多少会有点影响 上一场比赛是眼角撞开了 直接血洒赛场 然后经历简单处理之后 就直接应该是跟救折去了医院 今天奥斯卡依旧是活跃在球队的着陆啊 嗯 进攻了就看奥斯卡就行了 蒋光泰直接打长传 这个球想找伊萨卡龙但是没传好 太难了 今天看奥斯卡跟乌磊之间能擦速怎样的火滑啊 嗯 因为咱们知道乌磊之间呢 在有些比赛场势当中是打的这个中锋的位置啊 嗯 所以今天把乌磊放到左路 这次可能看看前场抢断了 保利尼奥 哎呀 这是乌磊想穿保利尼奥 理查德上抢断球 承诺承诺承的反击战 罗姆罗 罗姆罗面对买踢江 奥斯卡也回来防守 奥斯卡最近这个防守端表现很好 上一场比赛打长车下台多次挥防到半场 完成抢断 好球 埃克森拿球 左侧有空档 埃克森右脚的外脚背传出来 唐欣一对一面对王生超 唐欣往中路给 埃克森转移 以唐欣进击的状态的话 也很有可能会进入我们新一期的国家队大名单啊 其实表现很出色 唐欣走外线 左脚穿 被挡了一下 想要个脚球靠身体 很好啊 最终是扛住位置 很聪明 球门球 这是出界之前碰到了 傅明的手势是任意球吗 给的是任意球 给的是定位球啊 任意球 也给脚球吹反规 给的一个直接任意球 差不太多啊 基本上是压制脚进去的一个任意球 罗姆罗来驻罚这次的任意球 程度中程最近这个定位球得分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对 之前在主场打身花 也是通过一次任意球先得分 当时就是罗姆罗的助攻 助攻的刘涛 罗姆罗的助攻次数多呀 跟着这个定位球的质量很大关系 这次开了一个前点 李帅的解围 没有踢太远 张公 张公最近也是连续的出现在首发的阵容里边 这个赛季他中场的调整实际上还是比较多的 甘超打过 风桌一也打过 对 徐正元 这个邱文君的缺阵呢 可能对于左边的进攻 包括整个战术体系会有一定影响 因为李帅呢 是典型那种传统边后卫啊 下敌突破船中的 而李文君呢 更多的有时候会能内切能射门 还有一些不错的爆烧强点 因为海港今天这个战术里边呢 你看到两个边后卫进球比较多 在边前卫那时候的时候呢 两个边后卫啊 边前卫拉边的时候 两个边后卫是会到球区里边抢点的 这也是为什么王神超这个赛季 他除了定位球之外 运动战 他实际上也有得分啊 张公 李查德 李查德这场比赛的及时复出 对于后方线是很大的帮助啊 之前的连续两场比赛 刘涛 郭俊臣加胡瑞宝的中卫搭档 但有一场是李查德上了 郭俊臣上了呢 对 已经显出一些疲态 或者说一定的问题了 没错啊 胡瑞宝 李查德 张公 哇 这个回船看着有点吓人 对 张公呢 是一个防守型的后腰啊 在这个位置出球呢 没有特别的强 看看左边 伊萨卡龙回来防守 将球顶住了边线 卡龙今天退的挺深的 这更像是一个边前位 王神超 在往中路带 还想过人 这下选择有些拖大球 救回来了 没出界 唐欣 中间没看到啊 罗穆洛出现了受伤 啊 不会又是大腿吧 最近多名球员连续出现的大腿拉伤的情况 这边伊萨卡龙也痛苦倒地 是膝盖还是腿 看一下 哎呦 哦 立足的时候 是憋到了吗 这个应该是立足的时候 是不是有掰了一下啊 嗯 因为它一个变相 可能当时 这个立足腿也需要变相 给劲儿啊 它是 对 够的时候嘛 对吧 够的时候 这个情况 不会是膝盖的问题 他似乎非常痛苦 而且帕拉西奥斯 马上去场边做热身了 因为他在倒地的一瞬间 实际上场边做了一个失忆 我们没有看清 他的动作是什么 是不是换人的手势啊 那如果罗穆洛伤的话 对于成都中成的打击非常大 担架都进了 这一下应该是徐正元 还在等待队一的确认 确认是吧 到底是还能不能行啊 队一其实也在跟罗穆洛伦本人去确认 你看给了一个手势啊 看给什么手势 不行 他的摇头 可能还需要再等待确认啊 一会参加抬下去之后 队一需要做几个这个评估的动作 这个有可能伤到外侧阵带吗 看这个动作 嗯 这个有可能是外侧阵带 如果是膝关节的话 哇 这个走都这样的话 如果走路都是这样的话 应该是不大可能再回来了 对 因为他这个不是说强对抗下受伤 他是自己掰了一下 这种情况下是很容易出现比较严重的伤病的 没错 这可能得换了 而且我们看到队一是说担架得过来 走不了 你看他刚好是你看 他的立足腿正常购完球应该是没什么事的 就没什么事的 他突然抬起了左腿 就证明可能那一下可能有一点掰了 可能他不敢再支撑地了 这个客观来讲有可能是个大伤 嗯 对 有可能 没错 放心往中路给停的漂亮 好球 艾克森领过来 艾克森左脚穿中 哎呦 脚球啊 咱毕竟也上岁数了啊 感觉爆发力啊 这个动作衔接确实和巅峰系是差很多啊 衔接慢了 这两球身后是蔡卉康啊 如果换球 稍微快一点的可能那球穿中的机会都没了 这样的话 帕拉西奥斯是替补罗姆洛出场 本赛季中超目前领绑助攻榜的罗姆洛因伤被帕拉西奥斯换下 帕拉西奥斯还没有收获过进球和助攻 看看这场比赛替补上场能不能有好的表现 帕拉西奥斯也背负着巨大压力 他踢球有一定特点啊 但是现在需要进球和助攻啊 找状态 看看这脚球开到后点 有机会 帕拉西奥斯 上来之后第一次出球 完成了一次攻门 顶得稍微扬了一些 看看这边 身后 这球是没能过去 被胡瑞宝解为出底线 那吴磊还是张着双手再输啊 王神超给晚了这球 他今儿可以早一点出球 他等于说 等了球多蹦了一半 少蹦一半 早点出 可能好一点 小球这边已经很快的开了出来 李帅再给到右侧 奥斯卡 端贵兰 买提江 右脚给 给到空档里边 没传好 球速慢了 唐欣 唐淼回敲 帕拉西奥斯 能不能挤住位置 这场比赛 帕拉西奥斯 第十二分钟 替补出场 这是他来到中超之后 打的时间 至少应该是最长的一场比赛了 如果能打满的话 他之前八场出场 全是替补 最后时刻登场 看看今天 帕拉西奥斯的意外出场 会不会有好的发挥 这和打首发 没有太大区别了 但是罗姆勒的受伤 会对成都 整个进攻端影响非常大 罗姆勒 一是能够把前场进攻组织串联起来 二是定位球罚得好 还有一点就是 他和菲利佩之间的默契 罗姆勒来到中超之后 这十二次出攻里边 有四次是给菲利佩出攻的 龙城前场抢得非常凶 周定阳再抢蔡惠康 蔡惠康回传一下 想过他 大脚清出篮 今天成都队在前场 形成了很好的这种 反抢的气势 开场的十几分钟 并不占劣势 而且没准还占一点优势 开场打得非常好看 好 尼奥 停球有些大 胡瑞宝挑 菲利佩去前插 看看这球 张立鹏把球顶出来 张立鹏还在拼 最终球是出了边线 海港两个中后位呢 张立鹏是左中位 然后江光泰是右中位 成都中成前场左侧的界外球 唐欣然扔 要扔一个大力 找菲利佩一点球 王神超顶下篮 来为二点 胡瑞宝要一个界外球 张立鹏和蒋刚才的这两个中位组合 还是确实是稳呢 帕拉西奥斯出来接 帕拉西奥斯这个技术特点呢 他在两线间接球 处理球能力肯定没有罗姆洛抢 打法相对直接一点 能冲能搅晃 技术没那么细 对于成功来说呢 少了一个出球点 但是多了一个反抢 包括搅拌的一个点 所以说看看这个变化 会有怎样的不同的内容 现在目前呢 就是如果是少了一个 龙博这个点的话 他可能更需要更多 其他人的这种向前的传球了 哪怕丢了呢 他可以靠帕拉西奥斯的反抢 靠他的身体能力 去再去做一些其他奔章 帕拉西奥斯北深传出去 是看到空档了 但是没传好 被挡了一下接外球 周定阳前插了 给帕拉西奥斯拉开 帕拉西奥斯接球再回敲 帕拉西奥斯在这个中场这区拿球 玩点简单的行 对 你像多么多那种玩点什么过人啊 穿个当就玩不了了 就是简单 他主要就是向前 对 他回来把空间拉出来 然后再向前 这个没问题 对 接球自己往前弹 帕拉西奥斯 对 站起来 帕拉西奥斯 看看传众的质量 起球 后面 漂亮 唐 唐欣 右脚的射门 哎呀 这球看着质量还不错 但是打队友身上了 艾克森啊 这个球可以打啊 运气不太好 打到队友身上了 刚才这个菲利贝那个点 不太高兴啊 可能觉得传一下 更好 这帕拉西奥斯 大家可能对他评价都不一样啊 有人觉得他这踢球 觉得他挺搞笑的 看动作看跑 但是实际上他还真有点作用 对吧 他在边上冲起来 你真不好防 对 其实就像这个生花队的马来来差不多 嗯 这个可能看着 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啊 见解 但是有的时候是很很实用的啊 很有用的 许正元他既然把他弄过来对吧 就对他在韩国联赛的表现应该是轻车熟度 没错 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用最合适的 买踢枪这个球能不能传出去 给 好球 也可以 看看 李帅 李帅一对一 面对唐淼 这国家队队友 李帅走外线 唐淼碰了一下皮球 脚球 想靠速度生吃唐淼有点困难 奥斯卡来驻罚 这是前堂左侧的脚球 奥斯卡本赛季一个 两个进球五个助攻 左臂上局 开起来打到中路 张岩出击 二脸球 伊萨卡龙停下来 伊萨卡龙调整 给右侧王身超 王身超 哎呀 这下左脚领球领大了 这高空球对张岩来说确实是难啊 他本身个子就没那么高 高空球控制始终是个问题 这个球是左侧的脚踝 小腿被撞了一下 看看这球 奥斯卡罚的战然很高的 然后出击之后 哦 是被队友踩 落地的时候应该是 被踩了一下 下来看看 哦 哇 崴了一下 这个看着崴的也不轻啊 落在了队友的脚面上 落菲利佩脚面上了 感觉啊 感觉应该还好 如果是直上直下的 可能这下挺狠的 但他冲出来之后可能有一点斜向的力量 所以他可能会卸一点力 对他应该是有主动的一个卸力 对他要是能卸一帮他卸一点力的话 应该还好 应该还好 看一下 感觉上应该问题不大 现场的程度的球迷啊 非常的热情 其实如果这个运动员啊 嗯 在场上出现了这种 大的严重的 一定会被换下去的伤啊 啊 其实他心里明白 其实心里明白 他坐在场地还没等这个队一上来的时候 他就会跟那个 替不齐直接做出换人手势 对 其实他对运动员 自己心里都清楚 这些 想过他也在和阿克森聊啊 都是曾经的队友啊 所以张言这一下刚才 应该是这个确实很疼痛啊 嗯 就把人家肯定很疼 但是不至于 啊 这个被换下 自己应该也清楚 就看队一手里边这个小冷喷啊 有的时候真挺管用的 这边 有人踢着 现在叫人劲了 对 脖着脖着两人就开始了 飞的快踢球也挺有意思 看看理查德来看任一球 王神超大脚踢出来 中场的二连保护很关键 图瑞宝处理的有些慢 这次只能是送个脚球了 明显转身那一下慢了 然后被伊萨卡龙逼住啊 相当于白送给海港一个脚球 这个球啊 嗯 清楚一点 一看这个从内到超车 马上咳回来 不想回了啊 直接向前了 给一个身体 所以这个球没给身体 所以还是经验 他这球啊 一弹呢 他正好是到他右脚位置了 他可能有点慌了 右脚可能觉得不大自信 看看脚球 海港第三个打一个战术 哦 战术 保宁奥背身拿住 再往回传 给买提一样这球 船的力量也有些大 这个战术可以说失败 失败了 没有成功 李帅 唐淼上去压迫李帅 回到严峻林的脚下 严峻林观察一下形势 再给李帅 那这一下得等中复给回来 重新组织阵地战 一个脚球变成了个阵地战 现在无论的位置 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呀 看看这次李帅持球 直接往出路给乌磊 乌磊 哎呀 没挺好啊 乌磊 这边又是一个脚球 开港的定位球也很厉害 因为有蒋光泰 张立鹏 包括王神超这种能抢点的球员 哎呦 这边宝林要球没停住 又打一个战术 他今天第四个角球了 这四个角都不是特别成功啊 之前有一个快发 然后也引发了就是队友的不满 那边中卫刚到湖顶 他就发出来了 然后这两边打战术呢 效果也不太好 海港这个角球开得有些急 助理教练不满意了 这可能是设计定位球的 说我给你设计半天 你怎么弄的呀 你看这几个外角都不太满意 对这几个角球的处理啊 哈贝尔还是很冷静啊 没关系再来 正常啊 就是出现一些这个失误都是正常的 没关系 在组织场上原则性的东西就是态度 嗯 一直球队的这种拼劲 干劲 只要不出什么问题 精神层面不出问题 其他的都是可以总结的 没有失误 常常比赛都是0米0了 哈哈哈哈 所以 都是正常的 三桂纲 好球 周定阳这一下放铲拦截 周定阳那队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这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现在成为了球队队长 这球刘涛传得非常好 唐表在套 帕拉西奥斯 帕拉西奥斯直接传 没过来呀 可以啊 想法 这个球过来的话 菲律佩实际上已经挤住了前点的位置 张宫头球摆给唐欣 哎呦没强点 这个第一时间 唐欣球丢了 好球看速度 给右侧 伊萨卡龙冲起来 这个速度起来可不好追啊 这边张宫在回击的跟不上 伊萨卡龙面对两个人 李查德在补位 李查德这个补防真的太好了 这个球是在投诉手球啊 第一时间裁判现在都不会第一时间吹 迈克强在转移 找左侧李帅 李帅再敲给队友 乌磊拿球 乌磊内线 乌磊往中路给奥斯卡 传球的机会 左边飘 可以 李帅左脚在推门前 张宴把球拿到 这个球这么半天没有提示啊 应该就不会改了 应该就不会改了 啊 傅明的手势很清晰啊 他手势收着呢 咱来看 啊 这个没问题啊 这个不会给的啊 这个肯定不会给 李查德就是选位好 他身体也不见得有特别强壮啊 然后速度没那么快 对 位置感太好了 其实对于这个三中卫 或者是五后卫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中间的这个人 他必须得有这个左右的 这个补防的这种意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有的时候两个边因为上去之后 两个边 两个边中卫再一上去 他对这个中间的整个中路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你别看他有的时候收回去变成五后卫 但是其实在两个这个说白了大紧区脚的这个纵向延长线上 这些空间是非常大的 所以 这个中卫啊 对于这个两个大紧区脚的这个延长线 整个这个纵向延长线的这个区域的保护 是极为关键 差半步有时候会有麻烦 这个位置我曾经打过 其实比这个四中卫 四后卫的中卫啊 要难打 其实 因为他左右都要顾上 这个四后卫的两个中卫呢 一人顾一边 会好一些 保里尼奥 成都中城在中场给压力非常大 保里尼奥在回敲蒋光泰 转左侧 张临鹏 哎呦 张临鹏后场代球不应该断球了 帕拉西奥斯 哎 啊 吹了成都中城放 这是买提枪的带球吗 这球没问题啊 奥斯卡 看过这次海港的进攻 奥斯卡再给伊萨卡龙 这球稍微有些大 伊萨卡龙第一下没想到 对 刚才那一下 这个捕捉到的慢动作应该是不准确的 应该不是刚才那一下 比赛 比赛踢了28分钟了 双方都没有太好的得分机会 比赛更多的是在消耗对手 菲利佩又来了 抢一点 中场满机枪踢出来 唐欣回坐一下 胡瑞宝起长船 艾克森去追 蒋光泰把球踢到艾克森的身体上了 蒋光泰左脚解围 中场的高空球 顶下来之后 往回领 好球 回 胡瑞宝确实慢点 确实慢点 你这球其实唐欣轻重一点直接给中位 对对对对给中间 轻重一点直接就回中位 观察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这块球 尼赛卡龙再挑出来 这球直接出了边线 海港这场比赛 在前场拿球 不像打其他对手那么轻松啊 成功成功 几乎每个阵都给你贴死了 接球一瞬间 马上上对抗上身体 傅明说往后啊 这个往前挪的 挪的位置太好 走着走着 快走着半掌了 快十名 收过来之后还是541的一个阵型啊 压上去之后变成343 成都队今天这个阵型啊 说实话这个打法呀 更多的是343的一个局面 只不过打海港 而赛前我们就聊到 成都队打海港到底是343还是这个 541啊 看来怎么做 看来今天可能 上部场的后半段开始变成了一个541 形成很好的防守体系 说白了客场还是先以防守为主 买提江 这个球还是吹了艾克森的犯规 阿威尔算是把买提江给激活了啊 在中场用他用的非常多 保利尼奥左脚看到了 这个球传的有些慢 吴磊等球了上抢成功 刘涛漂亮 周迪牙能不能传出来 早点给出去好球了 看看反击左路已经空了没给出去 这边也慢了啊 蔡卫康观察不够啊 我们现有的这个国内球员呢 这个有的时候在场上的观察能力啊 现在确实找不到太优秀的 整个队 整个大局观 特别好的这种球员 能看到 对手的空间 伊萨卡龙第一步没停好 紧跟着调整 球打到防守队员身体上出底线 继续缴球 火锐宝 这是王申超的长船 送了后卫身后的空档 卡龙速度确实快 缴球站 蒋光泰 王申超 蔡毁康 张林鹏 全部杀到进区里边 刘涛在访 蒋光泰 阿克森呢 是占一个前面的区域啊 奥斯卡这次选择直接开 投球摆到中路 意外的一次攻门 这个球是被动砸到 哎 这边投诉有攻防手球 才不然没吹啊 给了脚球 脚球又快开了 奥斯卡往中路带 奥斯卡左脚再拖起来 后点 后点有机会投球 这个球也没顶进 然后出现了受伤的情况 蒋光泰 这球蒋光泰如果不强的话 王申超顶的话更舒服一点 他俩是强到一个点 看一下 好像还真没越位 这个周内阳造越位晚了吧 然后顶下来之后中间 成都的队员是认为 这球是蒋光泰手球了 蒋光泰手球了 对 有这个手球嫌疑 但是那边还没等 那个怎么样呢 球也发出来了 聪明 一点球 菲律佩蹭了一下 帕拉西奥斯去冲击 李帅往外线停 帕拉西奥斯这速度 这身体没问题 这就是帕拉西奥斯 穿到漂亮 他的作用 看看 帕拉西奥斯接下来怎么办 这两个角度做 其实做的还行 就是确实周边没有队友了 没人了 没人了 没办法的办法 海港进入反击战 奥斯卡丘转移很关键 看看 马迪扬都在右边卡镂空了 好球 看看 哎呀 传大了 马迪扬这个球 马迪扬是想抓个快 第一次也传 很好 他这想法很好 就是没传好 想法很好 这个球只要不踢起来 踢地平球 嗯 就 球就会减速 他踢了一个这个半高球 嗯 然后一蹭地就没了 细节 比赛很多当中 很多东西的细节 嗯 这个是需要球员在场上 做一些正确的决策 同样是 这个 一个 同样的角度 不同的球速 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周定阳在这个战斗属性方面的 这个指数也非常高啊 嗯 不但像一个就是 他这个长相和他这个身材 他这个球员感觉 这个队员之前跟他接触过的时候 就是平时呢 感觉很温顺 然后性格也很好 跟他的长相啊 这个身材呀 比较相似 嗯 但一到了场上 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嗯 这个精神属性 特别强 标准队长呗 对 蔡伟康分左边 看看边路 李帅 扣一下 往中路凯奥斯卡 保利尼奥 团林棚 给他蒋光碳 给他蒋光碳 满提江 奥斯卡 这个VR的介入 因为毕竟他有一个背后的感觉 看看蔡伟员会怎么来介入 蔡伟康 比赛还在继续 奥斯卡 蒋光碳 给右侧 王神超 往回领 蒋光碳 满提江 好球 连续一脚 奥斯卡持球 吴磊 一直在压中后卫这个位置 转到右边 王神超 给伊萨卡龙 伊萨卡龙 右脚穿中 李查德 胸停下来了 是吗 胸停 李查德这个能力 真的是 强 他关键是 他有那种气定神闲 那种气质 对 就什么危险来的时候 都不怕 不慌 没错 这球又是一个很写意的 漂亮 看到他们租动 两个人去追他 李帅 先利用身体 哦 这个球只要先给身体 应该就是一个犯规球 这球帕拉西奥斯很聪明 把这个身体站这 对 只要先给身体 这球就是一个背后惨球的犯规 很聪明 没问题啊 你看这球 实际上感觉帕拉西奥斯 已经到不了球了 你看他的脚先放在这 对 就等着你来缠我 踢我 很聪明 张立鹏有投诉和抗议 他可能认为这球 助理财犯 离这么久都没举起 你主台犯吹什么呀 对 但是从慢动作来看 确实是没问题啊 没问题 是一个肯定的犯规 黄牌也没问题 因为有这个身后的动作 因为说实话 感觉确实李帅已经快超车了 但是帕拉西奥斯就是压那一步 这一下应该是 不是背后的啊 这明显是一个 你看 两人你看 胳膊还在前面 这没问题 一个合理的冲创啊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合理冲创 刚才咱们看到那个角度 可能是不太好 所以感觉有点背后的一个推人 这个球通过曼泽诺来看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看看罗姆洛不在情况下 这个任一球谁来看 是唐淼吗 唐淼的脚法是很好的 这个位置的任一球很有威胁啊 刘涛挤住蒋光泰 菲利沛 没人防菲利沛 七个人进来进攻啊 这个说实话很少见啊 菲利沛是要和刘涛打挡差的 给他找个点 哎 买提江和周内昂两个人杠上了 其实这俩中场 确实对话次数比较多啊 他们俩说话也说不通啊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吧 反正都是知道在喷对方 看看那个任一球 想吵都吵不起来 他们俩的右脚开起来 这个无限的后点有机会 这次严峻龄做出关键扑救 刘涛上一个进球是打身花劲的 这次那个任球和这个位置几乎相同啊 那是前点进的 再来看刘涛推开的蒋光泰中路 李亚张林鹏 这球就是往后移动着顶的 他顶不上力量 对 那要是能冲起来顶上力量这球就是好球 这边是个界外球 唐欣来扔啊 阿克森在要 但是这个球唐欣一直没给 唐欣还是给阿克森 停给唐欣 唐欣要换到右脚传 阿克森接住 转身 左脚再传 奥斯卡顶下来 如果有机会 怕他不要撕什么 哎呦 这个球啊 推的稍微正了一点 如果能推到圆角 这个球 袁俊龄很难了啊 距离太近了 对 很简单的配合打成了 哎呦 还有折射 好像有折射 好像 推的是进角 对 推的进角 打人身上便吃空间了 对 上半场比赛 反而是 客场作战的成都队 给我们带来了 一些比较精彩的画面 他绝对机会要更多一些 对 今天海港队 还没有特别好的得分机会 接把球给菲律佩 二点下来 周定阳直接转 张弓 一个产传吧 就交回来 埃克森转身了 买西江在回追 埃克森 看看加连怎么发展 埃克森往中路 强打配合 菲律佩 好球啊 埃克森杀进来 埃克森再想外脚背 顺给中路队友 没有成功 给了周定阳一张黄牌 这个是中路队友 在这个质疑裁判的判法 嗯 循述员对这判法也不太理解 说这干嘛呢 菲律佩自己在那自己较劲啊 在自己使劲 然后这个 估计周定阳是走到了裁判 裁判身边 第一时间去 张弓想拉拉没拉住 应该是说了脏话 有可能 他之前是为什么呀 他是这个 这个周定阳和菲律佩认为 这个球是没有犯规的 抢球的这个 这个动作是没有犯规的 嗯 刚才那个球是 菲律佩从这个 金球员的 当 后边 后 这个背后的当中间 把脚伸过去 把球抢下来 所以呢 他这个球有可能是 顶着人了呗 西关节有可能是 先顶到了对手的这个 腿部啊 或者等等 对不对 因为没有万能做 没回放 对 我们无法来确认 到底是不是犯规 但是从这个盘上给的是这个 说白了 质疑主裁办的办法 对 埋怨啊 甚至 这个有脏话 看个这球 李帅 吴磊会做一下 保里尼奥 夏会刚 翘素朗 唉 这买体箱是把 动带摘了吗 好像是啊 带着不舒服 哦 哈哈哈哈 跟周厉阳一极了 说来吧 隔斩咱咱是隔斩 今天就叫人进 哈哈哈哈 这边又一张黄牌 张宫也吃一张黄牌 这个犯规是有故意踢人吗 有可能是有故意踢人 有可能是故意踢人的一个动作 有可能 看看 把这个动作 这一下你看 这一下复明看得很清晰 对 它有可能是一个故意踢人的一个动作 对 所以 就是有些判法 财务员是明白你心里的本意的 它是这个概念 那这球确实 你从后边踢到 踢完了 给张黄牌没问题 因为它是这样 它是这个踩球的 踩人的这个角 它离球很远 不像说球就在这只角上 你连球在人一块 帕拉肖斯 你过来了 帕拉肖斯 面对张立鹏 张立鹏先退 帕拉肖斯往外线走 强吃到进去里边 帕拉肖斯 好球 左脚打 哎呦 帕拉肖斯这一套动作的真好看 最后这一下 他最后这个1v3往中间扣球 太完美了 保里奥这边打反击 乌磊 乌磊在加速 应该是能追上 门将出来 张颜 哇 屏幕里边一直没出现张颜的身影 对 这波攻防真的太精彩了 嗯 这个好看啊 到了最后时刻啊 才给我们精彩的画面 这个刚才帕拉肖斯 这个1v3太漂亮了 对 一跳三中间扣球 后续动作都没什么问题 帕拉肖斯真硬啊 倒了之后 马上已经回到半场防守来了 对 再追保里奥 保里奥被干扰情况下没带好 周敏扬挑出来 这个1点球很关键 菲利佩用身体扛住 埃克森 埃克森 能不能把球摘出来 往回带也可以啊 稳住节奏 理查德 胡锐宝 给张宫 今天承诺队的好机会都是出现在中场的断球 出现的 所以说 今天承诺队的这个啊 要通过上不上 总结 是什么给了自己的机会 反过海岗这边 长空这一边就要小心了 你猜这个区域再丢球 你一次两次可能运气好没丢球 没没被进球 你三次四次就说不定了 胡锐宝 理查德 给边 唐欣 徐正元说的是 你可以把球停到左脚 这样更 你的这个状态更开放吗 但是他是右脚球员 他只能停在这个右脚啊 现在呢就是金明友打不了 对他这个左边影响太大了 而且现在胡锐宝还跟着国家队打呢 所以说未来胡锐宝回来 穆塔利福回来 他中间长可能就要好一点 那现在这俩人也打不 也不在阵中啊 对他影响确实 没错 主要是金明友这个 主要他的这个群人太太 太单位了 唐欣说 哥我要往左脚停那球 直接被断了打反击了 我就弄成黄牌的身上了 我只能往右脚来 对我弄到左脚 我下一步我不会干了 看他笑嘶 挺好传终质量 不错 机会 通球 艾古森 还是顶偏了一些 今天上场的绝对机会啊 都是程度忠诚获得的 没错 这个传终质量也非常高啊 蝶也抢到了 感觉海港今天的防守 我感觉有点硬度差了点啊 嗯 上场50最后一分钟 拿提江 保里尿 我感觉有点硬度差了点啊 所以给阎锦铃 欧斯卡海港还有一次 左路的机会 左边 看看李帅 看看传终质量 先蹚过来 还有机会调整一下 左脚再后右脚 传 好球 原点漏过来 还有机会 王神昌停下来 王神昌脱脚传中 上半场是没时间了 看看脚球还给不给 直接吹响了上半场比赛 劫持的少阴 因为补师三分钟 已经过了十几秒 不明没有再给这个脚球 这样的话半场打完 两队是暂时战成零比零平 上半场比赛 双方互有攻守 当然从绝对得分机会来讲的话 成都中成要更多一些 他们的进攻效率更高一些 海港的上半场比赛 像学长指导讲的 确实防守端硬度稍微差了一点 至少你面对菲利佩 埃克森 包括帕拉西奥斯这前锋来比的话 这三个人踢的更有侵略性 对 菲利上半场比赛 也没有获得太好的得分机会 我们看看中场这十分钟 两队主帅做怎样的调整吧 上半场比赛的现场部分 就是这样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猛牛鲜乳蛋白奶酪棒 悠险牧场奶源 高标准管理 三重蛋白 六倍牛奶盖 特别添加DHA枣油 祝愿孩子聪锐成长 鲜乳的营养更好的奶酪棒 好 欢迎回到我们中场的环节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部场比赛双方的这个数据对比 控制率方面呢还是海港要更高一些 这个可以想象到啊 就不是7.3对上42.7 然后射门次数海港只有三次 其中中目标的射门为零 然后成都这边呢有五次射门 有两次中目标啊 然后传球次数呢 双方也差几十脚也不太多 抢断8对7的数据基本上持平 我们看接下来的一些数据 角球方面海港是获得的很多 6比1 但实际上这六次角球没有太多的转换 没有创造出来机会 然后犯规呢 4对5这些也差不多是一球5对4 然后黄牌1比2 上部场比赛 双方都吃到了黄牌 咱们接下来呢再来看看上部场比赛的集结 看看哪些细节啊 学长指导给大家再讲一讲 这是帕拉西奥斯啊 帕拉西奥斯啊 这场球 好像出场很有效果啊 对这场球反而他上来之后 可能球队还有一些变化 给这海港搞懵了 这个和赛前咱们练的这些防守不太一样啊 对他没用啊 这是一个歪打正着的一个角球比较有威胁 这个球呢 其实让给王神超可能更好一点 但是蒋光泰呢 这个抢到了王神超的身前给了一头 但是由于这个身体状态的原因啊 就是身体形态啊 这个身体形态是够着顶的 所以确实没有很好的顶正部位啊 也得顶偏了 这是之前的那个上一个角球的 对一次手球 对一次手球那一下 这是刘涛那一下吧 对这是刘涛的一个投球啊 但是这也是因为身体形态的原因 没顶上力量 刘涛灵今天铺了俩啊 待会儿还有一个帕拉西奥斯的射门呢啊 折射那一下 就是这个 对 你看张工作射啊 应该是有个小变线 是吧 打到这个蒋光泰的 应该是肚子上啊 或者是大腿上 这是帕拉西奥斯那一下吧 对 这是一对三的一个很精彩的过人 走外线 然后汤靠手臂支撑住了李帅 可回来这一下啊 就蒋光泰补的好啊 嗯 蒋光泰补的好啊 这一下确实啊 他可回来那一下 确实第一时间打门也挺难了 反过来的反击 吴磊这边啊 在高速的跑动下 嗯 这个张燕是出来 上半场整体来说 还是 呃 成都的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精彩的内容好一些 多一些啊 多一些 有没有 对 看看你觉得需要调整的地方 我觉得现在目前整个 中区的这个人员 我觉得还都问题不大 你看周定阳张工 这场比赛 防守端给球队带来的内容 还是不错啊 很好 那么中区这个奥斯卡 蔡卫康这个包括买地匠也很稳定 嗯 目前现在整个呢 就是整个防防这个防线呢 我认为的硬度啊 海上都需要加强啊 啊 这边呢呃 我觉得就是 埃克森这个位置 如果说嗯 如果你在能够往这里啊 其实他有的是更多的时候 他是在内部 对 其实他如果能在这里 可能他的空间会更大一些 我认为埃克森 原来他打得好是因为 唐欣能上 而不是金秘友能上 对 在这儿能打 他对我来说没问题 但现在唐欣这个确实 对 他这个衣式踢球风格和习惯导致 加上他这个本身的特点 没错啊 他不能上太深 所以在 尤其他现在本方办法防守 嗯 他抢按来球的第一时间 其实两个边路的空间是有的 嗯 但你看为什么 那么在这个帕拉西奥斯的这边 他就能有机会呢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拉开的宽度要更大一些 嗯 好吧 中场我们关于 技能中的环节就聊这么多 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雪儿 是的 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来自中场啊 这样的一个数据对比 以及急紧观看的情况 确实正如两位老师说的 整个上半场成都融成 这样的一个攻势非常的强势 我们有好长一段时间 都没能看到对方门将的身影 那反之呢 我们也是看到严俊凌 很多次这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铺就 非常的及时 也给我们上演了很多大神一般的对话 也是期待接下来在下半场啊 能够有更多的人抓住机会 打出局势 当然了 我们也有两条福利 要送给正在观看的各位球迷朋友 首先欢迎大家上虎扑 搜中超评分 给自己喜欢的球员打分 和这艾斯一起来畅聊中超新赛季 欢迎您锁定到虎扑当中 有什么想聊的 想说的 多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接下来也欢迎您上直播吧聊中超 和亿万八友一起巴巴巴 欢迎荧幕前的各位锁定到直播吧当中 和我们一起晒出你的神亭蜡屏 以上就是我们在中场 给您带来的所有内容啦 接下来呢 我们先简单一休息 回来之后 继续来期待本场比赛的下半场吧 当他不再马踏飞燕 当他不再势如破竹 但三十四岁的老男孩 埃克森 还是如约回到了这片熟悉的场地 在赛场上用尽自己所有的能量 帮助球队 归来仍是少年 他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小熊 2022-23赛季成都荣城 对阵苍州熊狮的比赛 埃克森回归中超后的主场首战 第20分钟 成都荣城的角球开出 埃克森在人群中高高跃起 头锤破门 时隔618天 打进了中超生涯的第123球 这也是他重返中超 效力荣城后的处子球 紧绷整场的他在进球后 挥拳怒吼庆祝 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朝着镜头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最终在球迷们震耳欲聋的雄起声中 成都荣城以2比1战胜苍州熊狮 为凤凤凰山主场新赛季的首秀 交上了完美的打卷 从13年出入中超 埃克森便展现出了非凡的统治力 一局拿下联赛最佳球员和两次联赛最佳射手 为球队建功无数 多次夺得联赛冠军 战上亚洲之巅 过去的十年 埃克森将职业的巅峰留在中超 也成就了最好的自己 本赛季开始前 埃克森收到成都荣城抛出的橄榄枝 得以重返中超 尽管青春渐渐老去 跳得没从前高 跑得没从前快 但他的脚步仍在继续 也希望看到穿着国足球衣的小熊 再次驰骋在绿鹰赛场上 续写着属于他的青春 这新打球两个外员前锋都在 第一时间没传 现在找木屑回 又回给埃克森 埃克森可以射门了 打门 他家旗出现了门前的失误 球虚晃一枪 自己冲到进虚里 可以传中了 球落到后点 投球 球已经进了 2比2平 这将对下半场 翻评比分的速度更快了 开脚球 投球 漂亮的冲领 中间孙正奥的进球 随着前些年的身价潮 先看看这一下 阿西木鹏 周比喻把球打进 深圳队追回一球 正在说着中超过去的位置 前锋通常都是外援 小小度 阿西木鹏 还在处理倒三角 再打 半平比分 深圳队在出场连追两球 选择这个时候 传给阿西木鹏 到了禁区里 横传远端 第八十六分钟 刘悦在后点强点成功 深圳 过后两球的情况下 三球反超 有个传导的能力 所以把他放到了中场的位置 而且给他队长球标 开场的第一次射门 球进了 这边刚刚开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应该是维志豪在中路的位置 进区外围的一角远射 攻破了上不了把手的球门 两个人有一个对抗 禁区流倒地 主裁办事已没问题 比赛再继续 特索尼夫 左脚来脚远射 讨厌了一下许家敏 上海海港与成都龙城拥有着中超最强进攻线 罗姆罗费利佩领鞋的封线能否与无类一笑高下 今年艾德森来到我们球队 化学反应我觉得都是很好 现在我们也是暂时目前为止 中超进球最多的球队 比赛打得更漂亮 然后为观众奉献更精彩的比赛 那么我相信以后 我们可以成为一只很强的球队 这无类人家说现在就是联系当中 最出色的本土前锋 把这个本土前锋 我都想给他去掉 现在最出色的前锋 那么我只是希望我们这个赛季结束之后 我们能够在军队网的这个防守 球队出现了 目标是要这局还没靠前身处升官的话 要开始赢下比赛 不能像这样继续平下去 太漂亮了 2022年12月31日下 武汉三镇对军起中超冠军 和沈飞的组合方式 填补了湖北男子职业足球 无敌接连赛会关的空白 山东泰山最终遗憾的 15个竞胜球的烈士 无缘未免中超冠军 球员出现了一些疲惫 但是一旦我们球员踏出了这个飞行室的话 相信每一名球员 这种斗子或者这种像 比赛的这种欲望 应该都是非常强烈的 潘天龙再一跑 军锋飞这次打门 球进了1比0 超所有的客场都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如果想重新回到前列的话 是一定要取得胜利的 我好球 有被逼来 有被逼 逼比0 反球突然斜传 反向楼上来打门 好球 超前往 比赛打到后连 投球攻防 啊 啊 啊 我是上海台港的球员吴蕾 欢迎来到我的主场上气 普通队队队 上海 我是武汉三军队的谢鹏飞 欢迎来到我和主场 武汉体育队队 欢迎 我是上海生花俱乐部文西 欢迎来到我的主场 欢迎回到上汽浦东足球场 双方的下部场比赛即将开始 上部场两队是战成了0比0平 呃 控球率和脚球方面呢 海港要遥遥领先 而在射门和摄政术 成都中城则是占优的 上部场比赛可以说双方互有攻守 呃 成都中城呢在上部场比赛 遭遇巨大打击 他们的主力攻击手罗姆洛受伤被换下 呃 呃 我们听到现场广播应该是换人 对 冯卓毅上场了 冯卓毅上场的话 会换张弓吗 张弓吗 对是换谁呢 呃 也考虑到张弓有张黄牌 对有张黄牌 有这可能性啊 麦蒂江确实是把这个 头上这个纱布给摘了 嗯 哈哈哈哈 他应该是没有说什么骨头出问题 对 好像说是皮外伤啊 那就的话 愈合之后应该就没什么大事 冯卓毅上场 我们看看他究竟换下的是谁 他保护点 他可能就为了保护一点 嗯 他可能带着自己不舒服 嗯 影响他视线 好 下半场比赛开始 双方一边再战 呃 从目前的位置来看的话 冯卓毅是打到了上半场 张弓踢的位置啊 是周定阳在抢奥斯卡 那就是张弓应该是被撤下了 然后换上了冯卓毅 果然啊 张弓呢 一是上半场比赛 其实承担着相对较大的防守压力啊 体能消耗大 而是随便知道讲的他有一张黄牌 这可能会影响他后边的一系列的防守动作的选择 有可能有一些野换 所以徐伦远把野换排除 他还有一个就是冯卓一踢中场啊 他中场的向前和出球可能会相对于张弓会好一些 对没错 因为中上半场比赛有几次很明显的后场的向前组织啊 或推进啊 张弓是有空档可以传给队友的 但是他没传 也引发了就是和周定阳之间的这种就是沟通交流吧 对 因为对于这个成功率来说 中场已经有周定阳一个这种这个干脏活累活的球员吧 所以配一个这种能出球的也是可以的 对 弄俩啊 冯卓毅的后腰都有黄牌在场上 就是想着没法弄啊 对 万一来一反击什么的就不好选了 对 乃提江 再回销给张林鹏 蒋光泰 这个比赛客观来讲双方都是等对方犯错 对 上半场比赛创造的有限的机会实际上也都是对手犯错导致 阿拉西奥斯抢奥斯卡 接外球 哈维尔这两年在中超的这个表现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教练 嗯 好球抢下来了 看这次推右色 好球看啊 王神超人球封过 有些大又是张岩的出击 今天张岩的表现很好 看张岩扑完球之后本来没有趴地上 结果趴地上缓一下压一下节奏 现场也是爆发出了虚声 徐正元确实能打的排太少了 上半场比赛我们就介绍过他替不起让前锋就一个帕拉西奥斯 帕拉西奥斯呢还已经上场了 他后续如果进攻端带出问题的话他是没有人可以换的 对 他那中场那有人换啊 嗯 那干超啊 现在已经上场的冯卓益啊 嗯 这都是可以 就是这个前场 对 他本土就是他自己培养的孟俊杰呢 上个赛就是打过一些比赛 但是 可能现在打这个节奏的中超 不是太好 因为他之前我看他昨天U21连赛出场了 好像还进了俩球 但是现在可能训练员觉得打这个级别的比赛不太好 看看速度 看来西奥斯 看看这次右脚穿 后脸 好球啊 来 蔡惠康 交给马蒂江 马蒂江 左脚 这个球没有第一天向前找保利尼奥 再给保利尼奥 塞卡龙随时准备前插 保利尼奥 乌磊下半场被推到封线上了 实际上上半场比赛后半段已经被推到封线上了 和开场的左前面不一样 就没想 奥斯卡 李帅往边路拉开 球还没有出界 大脚踢出来 中场帕拉西奥斯自己打滑了 但是意外 形成了摆脱 帕拉西奥斯这个机会 菲利贝扯边 没有借用点 上不去人 帕拉西奥斯左边好球 看看 唐欣 先往前代 伊萨卡龙及时回来 唐欣靠身体 扛住之后把球交给埃克森 这个反击左边出现空间之后 中间没人了 对 所以没法快 唐淼给菲利贝 菲利贝这是个阅位吧 往中处都穿到 菲利贝左脚 哎呀 第一场过人很有灵气啊 这一下虽然越位了啊 但是那过人确实很帅 一个穿单过人 确实越位 嗯 给晚了 唐妙给晚了一点 张立胖很有经验啊 第一时间你不给 马上我就压了 对这个其他后卫的位置 了解的很牵住 那边乌磊前叉 乌磊 第一一下没停好 乌磊 他第一一下停完之后 看见张岩出来了 啊 然后第二一下给了对手 补防的时机 这一下呢 差的给的时机都很好 嗯 挺好了就是进球啊 这一下乌磊 停的球 离自己身体太远了 太远了啊 再来看 啊 停到了这个 后队板上 嗯 嗯 没有停到脚上 海港今天第七个脚球了 买提将好奥斯卡 又又是战术脚球 应该是打战术了 奥斯卡外线 穿被挡 接外球 海港队的这个脚球啊 这个经常发战术这个是 可能战略组的一个想法 嗯 但也没看出来什么太清晰的内容 对主要是没打成他几个 奥斯卡 奥斯卡 小鸿哥想磕给买提将没有成功 买提将跑底线拉开 保陵金要再给奥斯卡 奥斯卡直接端起来 中路王申超在这个点上 这李查德确实是好像脑后长眼一样 他就知道刘涛能把这个点控制住 他马上就不去抢了 应该是刘涛也也呼应了 嗯 这个优秀的球员呢 在这个 等这次穿重 张延 在这个零点几秒的时间里边做出一些决策 而且是很冷静的那种决策 是能体现出一个优秀球员的能力的 嗯 奥斯卡 好球 非常漂亮 再给左边买提将 可以传中了 买提将左脚起 前点 李查德蹭下来 高度不够 查拉西奥斯靠身体拿住球 这个球要犯规三边没给 传中次数12比9 台港还在进攻 右侧王申超 也没有机会起 只能打回来 他如果是阵地站起传中的话 近距离边的包抄点的空中球优势没有的 对 他只能是找点 没法找高度 对 只能球传的平一点 贼一点 对 贼一点 找点 但是你面对这样的密集防守 也就只能这么去找点传 很难说渗透进去 你现在现在 程度队都收回去的情况下 你很难渗进去 奥斯卡 前往中路打乌雷这个点 被冯周易挡出边线 这也是上半场 为什么海港就没有获得太好的得分机会的原因 嗯 就是因为很难渗进去 李帅 华林尼奥 带球往中路走 向光泰分右边 尼塞卡龙 奥克森的位置彻底很深 今天对于蔡伟康这个点看得很好 就是不让蔡伟康拿球 蔡伟康虽然很少穿毕业球 但他在中场的调度还是有作用的 嗯 嗯 嗯 你要扯出来 今天程度队防守端做得好的是他这个 这个三个前锋啊 嗯 三三个前锋的这种回撤 嗯 有的时候导致前锋线和后 这个两后腰之间的这个中间的空间小了 右边带开空间了 尼塞卡龙 尼塞卡龙 尼塞卡龙传前点 又是黎查德 冯周易出现差点失误 菲利佩 菲利佩转身 蔡伟康上身体 菲利佩给帕拉西奥斯 右边能不能传出来 帕拉西奥斯看到了 好球 看看再给 长秒 哎呀 他想往后点转移是吧 他想转左边 哦对 往左边那个就是 X那个位置 X那个位转移 他想转移 视野没问题 这个也看到了 就是球没给出来 这球又是吹着张立鹏对菲利佩的犯规 刘涛在后场站在球前 看这球怎么选择是直接掉还是 X一个斜跑 把点让给菲利佩二点 周定阳再回敲一下 胡瑞宝 胡瑞宝左脚往右侧转移 右边看看唐淼 唐淼在这能传中的 向往中路给帕拉西奥斯 帕拉西奥斯 好球 好球 漂亮唐淼 右脚传 跟进 哎呀 这个球是谁 费力 这个球菲利佩呀 他已经去跑这个倒三角的位置了 为什么跑坚决一点呢 帕拉西奥斯这球传的真潇洒呀 还真没越位啊 压着这个线 蒋光泰是在防线最后 菲利佩已经是想要那个这个倒三角了 他再买两步他就能抢到这个点 因为他刚才那个位置站在这个防守队团身后是永远也得不到球看 帕拉西奥斯再往中路带 这场比赛之后帕拉西奥斯未来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出场时间啊 他呢我感觉他就可能也不太关心可能也没什么社交媒体社交软件也不太关心这些 他就是按照自己的那个风格踢 对 你看到他实际上球迷觉得他不行 说的是水货 但是人家该怎么踢怎么踢 没场比赛吧 就上来还是有贡献的 没错 而且你从这场比赛当中能看到 其实他的这个带球的节奏 假动作其实很好 对 而且他有变速 对 只要他有空间 他还是能够帮助到球队的 小球中路 看看二连王神超去追 海港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王神超在观察 直接往前打 一赛卡龙 这个就要战术犯规了 对 这个选择是对的周定雅 聪明 直接把人拽住 乃提江 左脚的斜长船找吴蕾 吴蕾 这一下胸停 吴蕾那些 吴蕾右脚的失闻 这个球 这球打在横梁力柱交接点 梁亚康比赛连续三脚力柱了 哈哈哈哈 上海港上一场比赛 单场打了四次门框 是这个赛季中超单场 是门框最多的 而本赛季 海港已经 这是第十一次打出门框了 也是中超进入门框最多的 哇 这是 他真是一个点 这是一个十分角的这个 门框啊 刚好搭着脚 欧斯卡给左侧 李帅 李帅左脚穿低拼球 又是周定阳 周定阳 快速发动反击 长船找 帕拉孝斯 二连 菲利佩想挑没挑过去 这球没问题 买提江 买提江自己往前带 带的有些大 有没有人一球没吹 提江起身马上追 菲利佩 左边能不能上去人 菲利佩往前带 踩个单车 拉开了 给出来了 艾斯森 菲利佩再前差艾斯森带大了 哎呦 弹大了 反击看看 这边海港的反击 能不能加快一点 这节奏突然拉开了 但是保林奥向前没点啊 对 今天卡龙啊 在这个防守端给球队付出很多辛苦 对 为球队付出很多辛苦 所以呢 这个在进攻端有时候上不去也是正常的 好 提江 又是找乌磊 乌磊 提江乌磊 转身 停右脚停完之后 左脚射啊 最终要到脚球 这一下停球还有灵气啊 这刘涛这一下没跟啊 你看这一下 放越位 太危险啊 刘涛这一下放的 他想去造越位啊 对 吴蕾应该是有个假跑是吧 往回撤又突然反差 刘涛呢 造越位也失败了 可能也是没跟上 小球 下边哨先响了 是认为这个球没在脚气距离的 然后 这边要和两个方向远说两句 这次要直接开了 奥斯卡 右脚还是一个前点 又是乌磊在想 中路还有机会 门降出来 张岩双球把出 打出禁区 再往中路端 菲律佩 右边应该是没有队友的 李帅 保里尼奥 李帅套边 张立鹏 奥斯卡在右侧边线站着 这球转不过去 孩子往左边打 买次将 奥斯卡还在右边 先给方伸招 船就成功率 百分之八十七海港这边 向前船就一百零一次 但是呢 没有太多的这个 很好的机会 这也就是 意味着打不透 今天程东哥的防守做的 还是真的不错 奥斯卡现在始终站在右边 希望给卡龙创一些空间 但是奥克森呢 这个防守一直又好 他撤的位置非常深 去跟奥斯卡 对 那这样的话就是 唐欣那边就不需要再往外跟了 对 因为这奥克森太了解奥斯卡的这个 作用 奥斯卡一直对 他一直站边才那 这就是 埃克森回来了 啊 王神超套边 奥斯卡在找机会 没有空间船 看到了王神超 但是第一线船也可能越位的 打回来还在空 回敲 海港已经连续空球两分多钟了 看看接下来是怎么发展 以赛卡龙 宝利尼奥前叉带走 右边拉开 王神超 王神超 趟一步 没有空间 起球 靠假动作 也找不到空间 往中路打 以赛卡龙 宝利尼奥再给王神超 王神超切进来 左边是有空间的 但是菲律佩已经回防了 赛卡龙直接转 李帅 没有机会 成都的防守移动 整体做得太好了 保利尼奥 C没过去 菲律佩找反击 埃克森往前带 埃克森带出来了 但是没有静点 先稳一手往中间传 没好 想法不错 对 没给过来 给过来这边会形成2.2 乃西江 今天真是在哈雯尔手下 算是永远活了 之前其实位置在阵争 是相对比较尴尬的 帕拉西奥斯完成抢断 奥斯卡再回追 帕拉西奥斯面对张灵鹏 直接想一步切过去 最终要的接外球 这样的话 成东中成在经历 连续三分钟的阵地战 反手之后呢 可以喘一口气 你别说你 你别说这个帕拉西奥斯啊 嗯 他把球带起来 他能快能慢的 他还有节奏变化 对 齐欣要准备上场 中场要做调整 那应该是买提江六点 买提江现在确实跑得多了 有一长船 没搭好 最近也一直没踢啊 等这场比赛回来之后表现如何吧 好球 保宁要再c 乌雷 乌雷 老中路 想人就封锅吗 这是 对 他想利用对手的靠近他的这个时机 带对手一个腰 人球风波 张晏还是左脚的角色 想法很好 刚才乌雷这一次处理想法很好 果然徐欣要换买提江 然后这边干超也要上 干超看看会换谁 干超是打中场的 反倒是换周壁亚应该不会动吧 周壁亚应该不会动吧 周壁亚应该不会动吧 全球的话徐欣正式回归 干超看 有可能是变阵了 画埃克森的话 直接那冯朱义是可以往前面顶啊 他有可能是什么呢 他就往他换阵了 刚才你看他有一个镜头给的是 这个助理教练在马上跟好几个队员在那讲战术 拿这个战术板 所以说很有可能是变阵了 咱们一会儿再看一下 这样的话 双方都完成了换人 这边巴尔加斯热身完毕 马克思平科在场边热身啊 可能打不开局面 如果海港硬要想赢这场球的话 平科也是一个备选 有一个高点 徐正元和这个他的助手金大姨应该是 在沟通着 这时间那崴脚的回放 嗯 落地的时候 看一下现在的位置啊 它是532了现在相当于没变阵型啊 甘超在中场的左 封住一在右 中底要脱后 然后封线 帕拉西奥斯和这个菲利佩 后边五个532 他等于说变了一个532 对变了541变成了个532 对 但是他现在肯定是到这个时间 俩边后位不会像之前上那么猛了 对吧 他就只存一个5后位的阵型了 等于说是让这个让这个埃克森下去之后呢 这个左边锋 所谓左边锋或者左前位这个位置撤回到中场 对 帮助这个中场的一个防守 之前中场两个人确实很辛苦 现在三个人三个人了 应该能好一些 是的 好球 汤淼这一下产球很关键 可以这样他打反击的时候呢 封线一高一块了 对 菲利佩会拿一点 把他销斯能冲击啊 没错 变成一高一块的冲击 那这样一来呢 可能反击的时候两边就很难上去了 对 因为你从后手来讲的话 海港是越换的话 他至少是不会比这个现有的人用差点 对吧 甚至会换得更强 因为体能充沛 你程度这边后手不多 其实徐晋远这会儿 相对来说这是一个失落的态度 也没问题啊 奥斯卡 再来一个节奏变化 这个节奏变化 打好球 徐晋还能喘一脚 伊萨卡龙右侧搓起来 没有了 李查德真的猛啊 他不丢球 他就是永远想求好球 看看能不能给出来 这下张立萌提前预判了 但传球失误 卡拉西奥斯 右边是有空间的 周定阳这脚很关键 冯卓奕 冯卓奕直接打身后 菲利佩没有越位 面对蒋光泰 王神超在退中位的位置 菲利佩等人 上不来太多人了 很冲 冯卓奕接穿 机会 帕拉西奥斯 外围 右脚试温 这个球啊 打得没有力量 嗯 有点没劲了 刚才从遍路跑到这 有点没劲 李帅 往外线带 甘超过来防 李帅突过来了 任一球 这球是甘超下脚的时候 踢到了李帅 奥斯卡刚才那个在左边路的 两个变相 之后的一个分球 一个上帝视角传球 太帅 他传球那下就那么一个缝 对 左脚把从那个人缝里边传出来 然后中间一下开阔 对 通过自己的这个代球的吸引 这就是高日平球员 所以海港为什么 有奥斯卡和没奥斯卡 这个比赛像两支球队一样 差别就在这 任一球 保利年号开起来 张岩出击 单拳打了一下没有打远 后点 蒋光泰摆下来 张立鹏再抢 菲利沛顶下来 蒋光泰回座 伊萨卡罗 伊萨卡罗 后点有吴磊和王神超 蒋光泰直接扫门前 又是理查德 今天乔冲突击的 今天乔冲突击的这个景区里人够多啊 好有力 这个可能是个吃牌动作 这应该是个吃牌动作 这应该是个吃牌动作 明这个很好 第一时间跑到事发地点啊 然后马上逃出方法去平息世代的这个冲突升级 再来看 哇 这一样踩踏啊 这一样 对这个动作不太满意 这个伤人动作 他主要的问题不是在于 他的这个亮的鞋底 亮的鞋底有时候吃黄牌没问题 但是他主要的这个踩的高度 他踩的这个高度就比较高 对 维尔介入了 直接去看 对 这个球是应该介入的 有可能是红牌 他踩的高度相对较高 对 没接着地是吧 对 他不是说他贴着地上去一下 奔球去 因为你奔球去 他是这个 这个踩的相对较低的 这个球我觉得有可能红牌 对 有这个红牌的可能性啊 这一下 复明还在找其他角度的回放 再多确认几遍啊 复明应该是同时也在跟这个 VR的视频助理咱们在商量 很简单看完 黄牌要取消了 找冯卓毅黄牌要取消 直接红牌 这个都既然已经看完了 那就 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他要跟队长再讲几句啊 说出来他这个判罚的具体依据 那这样的话 先拿黄牌告诉黄牌取消 再出红牌 不要再有后续动作了 因为你现在阵中还有可能因为过度投诉再吃牌啊 这个没办法 因为你看过VR之后这个其实你再找财犯去理论没有意义了 没错 这个应该是给的也不 哦 你看周定央在跟冯卓毅说呢 说财犯跟我说了 你这球就是怎么着动作太高过高了啊 给你 这下给的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冯卓毅跟奥斯卡说我是奔球来的你够球就行 可能对于冯卓毅来说呢 他可能确实没有去奔着这个 他这个是严重反规不是恶意反规 对对对对 这个还是要区别开的 对 他这个呢 对于他来说可能 说实话有一他自己本意确实是没有想着奔这个小腿就去的啊 你看这球就在这 因为他慢了 奥斯卡先把球弄走了 你看 他主要是这个脚尖抬起来 对 脚尖先踩到 显得比较高 踩得比较高 那这样的话 最后20分钟的时间 对对对 长途中春晓少打一人 海港迎来了终结对手连败的绝佳机会 就是连续不败的绝佳机会 海港中超的上一次六连胜发生在2019年 当时阵中还有多位的名将 看看有没有机会去追凭自己曾经创下的中超六连胜的记录 奥斯卡直接传前点 乌雷乌雷挺大了 帕拉西奥斯把球踢出底线 现在就是要赶紧稳固一下这个中场的防守 因为你刚变完阵变成532 现在是是不是要前锋帕拉西奥斯回来 打一个531 这会儿你不能打太冒险的阵容 看看奥斯卡的角球 10比2的角球开起来 帕拉西奥斯减围 军心 果然 帕拉西奥斯是补到了刚才甘超的位置 甘超回到右中场 踢冯周易那个位置 然后封线留着菲利佩 伊萨卡龙传中前点 打手了 这个球呢 应该是有停球之后的打手 但是好像现在这种球都不太吹的 富明第一时间给的手势也非常清晰啊 看看这球后续会不会有V2的介入 对 因为他现在有V2 所以说第一时间裁判很少去做出第一时间 哦 富明说了 你这个球呢 他是有一个踢球动作 然后弹手上不吹的 伊萨卡龙在强行传中 哎呦 传了一过桥 唐淼没有让球出界 甘超再给唐淼回敲一下刘涛 刘涛停 停的有些大 但是赶紧大脚踢出来 菲利佩要一点 这会儿呢 海港是连续拿2点 形成不断的给对手防线的压力 程度中程其实挺被动的 他们需要找个机会去闯口气 马帕是一次死球接外球都好 而对于海港来说 这时候不能轻易的把球权给对手啊 要一直压住对手 去消耗咱们的体能 汉克这次 比率这次突破 咱们也没给犯规 帕拉西奥斯带球推进 蒋光泰先退 菲利佩先插 三对三 防水的退不回来 帕拉西奥斯往中路走 左侧菲利佩 帕拉西奥斯还在往边上带 蒋光泰上身体 帕拉西奥斯真能带 再交给队友 传大了 带太多了 早一点出去好 开太多了 但是这波 其实海港又回来不少人呢 对 要不然这球真防不了 程度中可以把球抢回来 今天现场有17800多名观众到场观战 这是今年上汽浦东游场来的人数最多的一次 李查德 打球往前打 川林鹏 把球抢下来 徐欣 徐欣能不能把球传出来 直接找乌磊 嗯 想法可以啊 乌磊拿到球 中路由奥斯卡在接应 打回来 李帅 奥斯卡 奥斯卡 再扣还是节奏变化 他这个节奏变化确实 好球 乌磊 乌磊直接一做给奥斯卡好球了呀 这球又是李查德的风度 这个二打一打完之后 奥斯卡再去分担一下 就完全是世界是开阔的 嗯 乌磊没做啊 这一眼 就没办法 这可观来讲 不是一个级别 对 奥斯卡外围打一球 有一个例如 这个赛季上海岗第十二次吸中门框了 这 这场比赛已经两次了 这个球啊 奥斯卡 亭堂直接一步啊 打门啊 连接的很快 这就是能力啊 奥斯卡是真是要死角啊 哈 哈 伊萨卡龙往猪路带 再给外线 往神超 穿低的 这球周定阳 周定阳看周定阳很有经验 他这球就要个受伤 没错 因为知道球队快扛不住了 这个还有至少15分钟以上的时间啊 这15分钟对于程度来说 可要命啊 这一下 这个下坠 这你看打得特别明显 下去抽起来了 确实能力强啊 世界级的球形就是不一样 呃 刘涛比手的时候说没事啊 没事 点了个赞给上下啊 这能踢啊 昨天很明显这个球 他他第一身是没想倒的 他一琢磨不行 再再怎么连着打 我扛不住了 马上倒地上了 给球队赢得喘息时机啊 这个就属于比赛经验了 看看是不是还要换 董延峰要上 再上一中后卫 那董延峰也可以提很多位置啊 主要打中后卫和编后卫 他是让其他无关人员就退出这个教练 就说 人翻译中 我在这翻译呢呀 让我怎么沟通啊 他是这样 他规则规定啊 在这个指挥区 就只能有主要链 只能主要链一个人指挥啊 这个是规则规定 这个呃 但是在规定里边有一条 就是你翻译 可以偶尔起来帮忙翻译一下 但是翻译完马上就还要马上做回去 你不能长时间的 有两个人在指挥区来指挥比赛 所以可能是这个第四官员 发现到了这个翻译 可能是长时间的站在了 这个指挥区当中 所以告诉主要链 主要链过来提醒 我看这个徐伦元的意思 是说现场这么多人啊 我不离远点听不见 他可能是那个翻译有点出圈了 对吧 离得太离球场太近了 就跟当天范培西亚诺坎普一样 说你十万人在这儿 还能天一哨吗 比赛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主定没什么问题 接着起身继续踢啊 董延峰还没上来啊 还没上来 对 往下还没上来 下次死球啊 现在呢成本是一个五三一啊 对五三一啊 又把这个潘拉西亚诺给挪回来了 对 小球 哦呦哦 五三 啊 这个球打得太正了 他抽上力量了 对 但是 角度不好 这个球是蔡毁康一个蝎子摆尾传球 然后张言也很有经验 他不控制住球啊 等你屋里上来压啊 然后再抱球看啊 说实话这个球能打上力量也不错了啊 哦 张言这是怎么了 明是要小小时间 是被吴磊踢了一下吗 不是不是 他捂头这一下 捂的是 难道是刚才有可能是 观众旗上扔下来东西了吗 砸头了吗 镜头一直在给吴磊啊 吴磊出去抢球 没有啊 哦 扶了一下 吴磊 有人 吴磊是关心你看你情况 吴磊 吴磊是做出了一个比较不太高兴的动作 就是说你快起来 你别爬 然后 吴磊这个脾气其实不大啊 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说一句话也是正常的 张言刚才这一下呢 你确实是啊 这个 比较夸张这个动作 一个拿球之后的倒地啊 球本身是不用倒地 可以直接拿起来 那这边巴尔加斯的评科配套上场啊 换下了蔡惠康 巴尔加斯和马库斯评科上场 哦 这边卡龙下了 对 巴尔加斯去打卡龙这个右边的位置 然后评科顶到中锋上 他彻一后腰 他现在就利用那么多中场没用了 然后这边胡瑞宝也抽了 麻烦 嗯 这个中卫抽了麻烦 中卫抽应该不大会是装的啊 因为他要换董延峰啊 所以说是不是回去吧 就借这个机会 我也小小点时间 知道自己要下场了啊 这个比赛很明显啊 对吧 最后尤其是少一个人之后 就是要要这个0米0了 然后这先没事 然后看看是怎么回事 要起来 哎 人家乌磊是看看你啊 不是这个就乌磊说 我看看 不是乌磊说是你迷了沙子 那么眼里边 你起不来 对吧 乌磊是关心的 我感觉 张言 就这一下呢 其实是乌磊呢 那个意思 我跟你说话 你没听着吗 你然后扶了一下头啊 你毕竟乌磊算是老大哥了嘛 这个张言呢 也没法说什么 接着顺势你摸我头一下 反正我就 说白了我装一下吧 这边打中卫上 董延峰和杨一鸣啊 换完这俩也就没换名额了 唐淼下 那就是董延峰可能要去踢边后卫 对 董延峰去踢唐淼的位置 然后唐淼呢 毕竟付出也没太久啊 可能在最后坚持这十几分钟 有点怕扛不住 然后这边胡瑞宝直接被单架抬出场 那杨一鸣肯定是踢中卫的 他踢边踢不了的 董延峰是能踢边 我等于说把这边也换成 对 他本来防守型 对 他第一时间没打算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杨一鸣 他可能我估计是看到这平科上了 对吧 他配套给你来一个 你上一中锋 我上 因为杨一鸣最强的特点 就是正面防守高空球 对 对吧身体 这是他特点 就顶你平科了 而且他没有换身次数了 就一下就换完就完事了 最后死手 现在是唐欣呢 是在右边 是吧 哎呦呦呦 这边成都中成拿到一个脚球 菲利贝那大身体啊 还是有用啊 以这两个人啊 最后行车小门 脚球呢 是机会 但是也可能给对手创造机会 因为你现在中卫全上来的话 后场还是空 甘超来主罚这次下场左侧的小球 荣成今天下马场好像 这是第一次 还是第二次 甘超右脚开起来 这个落点 李查德 李查德赶紧回 这个对于人数劣势的一方 这个定位球 是他唯一能得分的机会 就是运动战确实很难了 对 现在很清晰了 董延峰踢的左后卫 然后呢 对 唐欣回到右后卫的位置 李查德三中卫居中 杨一鸣居右 然后左边是刘涛 看个这次 李帅下底 帕拉西奥斯上身体 脚球 同样啊 对于人数多的一方 这个定位球的机会要把握 因为战力战 就算是九个人的防守体系 说实话也不太好破的 又是一个战术 奥斯卡还是要靠自己破局 看个这次 保利尼奥观察了一下 中路五个点 传那一滴的没传好 这个比赛至少还有十分钟吧 下半场有VR的介入 红盘出现多次受伤啊 最少五分钟 甚至普到八分钟 我觉得应该是合理正常 对 奥斯卡 保利尼奥再传 奥斯卡 奥斯卡内线 摔倒了 这个球不会给的 看看 外围 帮尔加斯射门 电线脚球 脚球 奥斯卡这个突破 这个线路 这一下可能是用身体更多一些 应该没有手臂 而且脚下没有啊 再看啊 给不了 对 这干场认一下 应该是 对 手臂用的不多 这不是太清晰的 赴明不可能判点球了 对 看看脚球 右脚开出来 前点 二点是谁的 唐欣顶了一下 徐欣想过人 保利尼奥 地下没掉 给奥斯卡 奥斯卡面对帕拉西奥斯 帕拉西奥斯 扯身体 这身体确实 还吹奥斯卡的刀 哈哈哈哈 说你不是秀吗 我比你更秀 帕拉西奥斯再想右 枪了 后边空的 左边 哎呀 这个球也是黄牌 剪刀脚了 张林鹏 哇 这个球 帕拉西奥斯 如果能够再传出去 也是大师级标样了 今天的这个帕拉西奥斯啊 是真的让所有成都球迷眼前一亮 对 你看够的一下 对 时间 够的多好 看张林鹏这一下和那个的区别 就是他贴着地挡 对 没有没有踢太高 这球再高个几公分的话 可能也是也是红盘了 对 这个而且张林鹏刚才第一时间起来马上示意啊 对 确实是黄牌没毛病 自己知道 对 他这球很明显就是要犯规的吧 他肯定不是说想伤人 就是要占入犯规 蓝底的反击 帕拉西奥斯用这一场证明了 他可能不是中超最顶级的外援 但是他绝对不是水货 绝对是不是没有价值的 他是可以在不同的比赛里边贡献自己的能量 发挥作用 这随便跟谁沟通呢 看台上还有军师吗 哈哈哈哈 有可能有 因为地补席呢 只能做七名官员 嗯 所以这个 六名还是七名规则规定 好像是七名 六名 李查德跳菲利沛 菲利沛扛住转身 菲利沛 哇 第二下衔接没过来 外围打一球 周定阳外围再来 这是谁 提斯了 赶紧回追董延峰 也是选择战术犯规 这个球也得吃牌 这一球应该给牌了 因为西换上场这些队员呢 他的体能不错啊 所以反击的有时候能上去 嗯 这一辆明显手臂的一个拉拽 上边你看 对 这个领子薅的 这边已经快速推进过半场 巴尔加斯给保利尼奥 保利尼奥靠身体的节奏变化 周定阳一直在追 追完保利尼奥 马上追王身超 周定阳 所以说这场均一万二 就这么来了 对 长均一万二 真的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好球 二打一 李帅 左脚 闲点 哇 杨一鸣 又是奥斯卡的直传 多汤了一步 对 吴磊的那个线 正好是多汤的一步 第一时间 少汤一步给吴磊 那条线是能有线路的 角球 奥斯卡右脚开起来 这个落点 还是杨一鸣 上来上扬一鸣 就是干这个活的防高空球 李帅再起 后天 投球 讲光太景道 吴磊 把球就回来了 门线上周定阳 但是球已经出界了 出界了 菲律佩 在享受之后 再去踢球 要给盘王 张言 咱现在没换人名额了 就只能靠张言脱了 因为你门将 门将手上的话 是必须要那什么的 必须要终止比赛 但如果富明认为 你是故意拖延 那就可以给你盘 对 张言说我没事哥 我起来 我起来 他那张黄牌 得留到最后吃 对吧 对对对 50最后一分钟 再吃那张黄牌 现在得算着来 谁去吃这黄牌 谁拖延时间 菲律佩 我估计才能没看着 还是给了 给了 这会去 10分钟 这个没问题 这就是故意的 这个补石 10分钟 是完全合理的 给了10分钟 这个是完全合理的 一个补石 下面上确实中段太多了 加上最后的一些 拖延时间的情况 关键有VR和红盘的出现 对然后多次换人和受伤 帕拉西奥斯一跑动 就感觉很喜感 很有特点 这个今天发现了 帕拉西奥斯的 这个节奏的特点 这我觉得这种外援 可以定义为 现在有现有阶段的 好外援了吧 人家该干的活全干了 防守也给你尽职尽责 而且从来没有什么抱怨 这些说其他的 就是场上我踢我的球 对 教练要求我干嘛 我就干嘛 挺好用的 真挺好用的 长传找菲利佩 二连周定阳还在 这些帕拉西奥斯 帕拉西奥斯大猫 球连了 稍停不是第一分钟 本场表现最佳的帕拉西奥斯 在成都少一阵的情况下 攻破上海海港的球门 他的付出得到回报 哇 这个球是后场的一个定位球啊 后场的定位球 找这个菲利佩 菲利佩第一时间呢 没有这个撑到球啊 法尔斯解围出来 解围出来之后 第二次的一个 这个向前的一个传球 看一下啊 定位球发出来 菲利佩 两个人一争 然后第二争 第二争 然后二点球的抢 这个就是被演 对 周定阳 周定阳第二点抢 是这个保利尼奥啊 背身胸部做给了 这球是弹 又弹到身上了好像 对 就是 他等于说这个周定阳呢 抢二点的同时 身体一接触 在没有犯规的情况下 让这个保利尼奥 失去了重心的情况下 把胸部停球停大了 停给了对手 帕拉西奥斯 中超第一个进球 没想到会发生在 如此的绝境之下 你看保利尼奥 马上在申诉啊 这个球身后没有犯规吗 没犯规这球是吧 对 他这个马上在申诉啊 这个球 为什么身后推我了呀 我是想要出动不停球 但是他推我了呀 这边也有机会 不构成这个范规的力量 或者说没有用手 用的是肩膀啊 或者等等 因原因 最后这个 这种球 视频这个助理裁判 一定会去确认的啊 到底有没有犯规 板加斯给 虚心 那这样一来 对于海港来说 就麻烦吧 海港围攻了 掉进去里边 投球 张掩 这个倒地是 整个动作里边 衔接的是可以允许的啊 对 是这样 他现在张延呢 如果长时间 在这种球啊 运动战当中 他长时间不发球 产品牌就不会给牌的 对 但是他会怎么样呢 吹你六秒为力啊 嗯 他会吹 间接任一球 间接任一球 进去里边啊 对 进去里的 间接任一球 海港还要换 海港还要换 贺冠要上 还估计上来 打中锋的 这个比赛 太神奇了 这个 今天的成都队 上一缝进 能突破的 然后上一贺冠 贺冠不出意外 是打中锋啊 贺冠换保里尿 冯进是换下谁 我看一下 冯进上 换李帅 扯一边后卫 然后上一中后卫 就把这个进攻的全换上来 对啊 有机会 苹果 苹果 乌磊 乌磊 这个球没打击 这个球 乌磊 李查德对乌磊这个球不太满意 乌磊这个球是奔舍门去的没问题 是有可能乌磊的脚碰到了张岩吗 张岩对 这个球奥斯卡完美的传球 然后平科应该是踢磁摆到中路 又一空门 张岩被踢倒 用身体化解这次显停 这是张岩踢到脸上了 踢到面部了吗 再来看 我们看一下啊 传球这一下没有越位 平科 平科胸一停给乌磊 踢到脸 这一下看看再从这个角度 后续带到的 这一下 哦没有踢到胸了 踢到胸了 踢到胸口了 对应该是有胸部的一个触碰啊 那胸口了 看这一下有胸部的触碰 这个球不是犯规啊 伍磊应该 这个球应该是脚球 脚球给完脚球了 应该是脚球啊 这个球因为是伍磊是碰球之后 身体带到张岩的 对 不是直接踢到的 所以财务员第一时间是判的脚球啊 这个球伍磊感觉也没有亮钉啊 没有亮 他是用脚弓去端往里端射 对 所以应该是脚弓的部位 或者是脚背的部位 碰到了张岩的胸部啊 这平柯这一下 应该我感觉是没挺好 这上一空门啊 平柯那儿 然后他没挺好 反应到这边形成一空门 没想到张岩反应快 我们可以暂且把它算成是这个 做球是吧 有意思 有意思的做给乌磊 给了张岩继续喘息的时间啊 继续拖延时间的这种可能 刚才那个评宾那动作呀 说实话是一个非常规的动作 也不能也不好断定是吧 对 他非常规 他这个手在上面 他打在肋上了 这个球 不能下结论 看看脚球 奥斯卡今天也发挥完美啊 这边打了一个战术 巴尔加斯 巴尔加斯 右脚 起球 远点太大了 这个球大 太大了 想光他给气坏了 这个球其实没必要打太复杂了 以奥斯卡这个状态和能力 你就直接开呀 嗯没错 这时候要完美传球 球传的是真好 哦 是下来之后顶到张岩脸了 哈哈哈哈 还给了 这个之前的一个动作 张岩说 哥今天对不住了 为了胜利 我只能这样了 然后球迷在这骂他说 继续吧 我赢球就行 张岩 张岩还这个 故意这个 竖起耳朵啊 这个挑衅 有点挑衅球迷啊 就已经嘘声了 来你骂我嘞 还有机会 右脚 王神超气球 后点 乌磊 头球摆下来 出路 杨一鸣大队对手身上 哇 今天还缺了点运气啊 这个球 杨一鸣射门 踢到冯进身上 弹向球门 然后被张岩没收 哈哈 这就是杨一鸣回头一看球队的跟前 算了给个脚球吧 结果怎么后边还有个缝进 你看张岩这额头 他刚才确实是踢着了 但肯定不是故意的 他这点红的一块 杨一鸣到地上解围啊 想给个脚球 结果 又一机会 菲利盘 又要失败 这球应该有脚球吗 哇 这个球 这怎么又怎么拿了一个机会 怎么又出现个单刀这是 镜头也没跟上 张立鹏可能是由于黄牌的问题 不太敢防了吗 再来看一点球张立鹏漏了 抢二点 哦 这俩中备失误了 哦 这俩中备的二 嗯 严峻林把悬念保留住了 这个球如果打成2比0的话 就没得踢了 这边也要再搅起护时间了 肯定是啊 今天这个菲利沛啊 说实话 今天菲利沛在前面这个支点啊 还是真的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对 这边替不齐的成员吃了一张黄牌啊 交流你的成员 今天菲利沛可没少跑 因为他防守的时候 你看他进攻的时候 他经常在在前面 他防守的时候 他是要回到本方半场防守的 继续咬球 他这个是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注意的啊 所以菲利沛菲利沛今天可没少跑 这都已经98分钟了 刚才还能获得刚才这样的机会 看看扳腿名场面能不能再现啊 你学以致用啊 又是一个借外球 菲利沛聪明 我不等你过来抢 往往你真想踢 还是借外球 两个角球一个借外球 这个是合理利用规则啊 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王欣给巴拉西奥斯 巴拉西奥斯里昂再敲当心 这下传大了 借外球前掌还压一下 巴尔加斯直接转 到右侧王神超 海港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能不能把比分追回来 王神超 这边向得很死 徐欣也没法往前传 回敲蒋光泰 张林鹏 你看这个周定阳还在努力的全速的啊 在去回味 这个今天的成功的 如果真的最后获胜了啊 这是全队的 所有人努力的结果啊 杨一鸣上身体 但是这球给了角球 哦 李察德过来 都庆祝着找杨一鸣 那是财务员判了角球 这次应该是一个 杨一鸣 这个球弹过来之后 弹到了海港队员身上啊 这应该是一个穷本球啊 看看脚球 右脚开起来 中路这个落点 又是 徐欣抢到T恤脚球 菲利贝顶到了 哦 马上快发战术 奥斯卡 最后一下 这个球碰到球了 没问题 但是看后续 有没有动作 有没有接触 残缘还没介入 时间已经补师补到了 这会有V2接触啊 手势很清晰 碰到球了 碰到球了 嗯 手势很清晰啊 最后一攻 严俊凌给右侧 冯进敲一下 看看巴尔加斯 巴尔加斯搓起来 后面有无垒 张言 张言接到高空球呢 这样的话成都 没事 张言还要开大脚吗 给帕拉西奥斯 应该还会补啊 应该还会补啊 应该还会补 因为刚才又有倒地嘛 对 帕拉西奥斯往中路带 帕拉西奥斯还能过 哎呦 这一下是 这有一点生气的这种感觉 给了一下啊 没什么悬念量 但是这个气声呢 是跟自己的同伴 还是跟对手 这个 我感觉更多的是 跟自己的同伴啊 因为在这个各种定位球的时候 他都上去了 然后呢 最终都没有形成很好的传宠 形成很好的结果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不高兴 这就确实没错 这一下应该是给到球了 徐州远说 时间到了呀 这个球 这球再往前掉一下的话 应该也不会有太长时间了 但是刚才在这十分钟当中 确实有一个 对 有中断 有一个中断 有两个 所以说 根据情况 再补一点 也是正常的 有一个进球嘛 对 然后还有一次冲突嘛 对 吴磊今天运气也不好啊 又打了个门柱 老斯卡打了一个力柱 对 今天总体来说 海港队的运气不太好 有的时候出球比赛确实需要一点运气 嗯 任一球 理查德来开给右侧找菲律佩 菲律佩装倒一个任一球啊 后场任一球还有时间 还有进攻的时间 菲律佩拼命往回跑 巴尔加斯 巴尔加斯往前带 我帕拉西奥特有点跑不动了 起球右侧 一点球 乌磊没争到二点 王神超 面对干超 王神超 干超上脚 王神超分出来 最后一攻 后点线上有野少 头球点到中路 周景阳顶下来 球出边线 傅明还在给时间 这个点不对 就是 你找乌磊干什么 这个球应该是找 徐欣 直接传 被挡了一下 有脚球 还给了 还有机会 这个连续两次 长拳找乌磊的头 这个应该是不对的 巴尔加斯 右脚 开到中路 头球 球门球 改判了 到底是什么球 傅明这球是脚球 对 是脚球 傅明第一下判的球门球 没改判 没改判 是脚球 对 是脚球 等于说这个刚才少给了 多给了一个脚球 现在少给了一个脚球 找回来了 周景阳说到点了 该吹了 这个球 杨一鸣来开 张言已经没什么劲的 杨一鸣大脚开出来 全场比赛结束 这场榜首大战里边成都中成 靠着帕拉西奥斯 伤平补食的进球 1比0 击败了领头羊上海海港 哇 帕拉西奥斯打出了中超盛亚的正名之战 这场比赛确实要恭喜成都队啊 这场比赛成都队是用所有人的努力拼劲 精神的属性 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 确实这场比赛成都队做到了 他们能够做到的一切 这真的是到极限了 没错 这如果有及时数据的话 真想看一下 帕拉西奥斯周定阳的跑动啊 周定阳这场比赛 一万二不止的啊 肯定 在少个人的情况下 没错啊 这种球你赢下来少一个人 你相当于平均每个人 至少得多跑上500米到1000米 没错 才有机会 靠着每一个人的这种意识力啊 再坚持就 而且在落后一人的情况下 还有进球 这个球并不是在人数均等的情况下进的 所以说真的 这个冲突队 当年汉堡的霍尔特比赛 德甲宝鸡生死战里边 单场跑了一万四千二 我印象深刻 这场比赛不知道周定阳能跑多少 这个比赛就像徐亮讲的 完全拼下来的一场胜利啊 对 没错 强大的精神 拼搏精神 意志啊 帮助成都取得了胜利 海岗吧 你不能说他踢得不好 对 没错 奥斯卡通过个人能力 包括和队友的配合 已经创造出了太多的机会 没错 就是进不去 海岗队确实不能说 这个打得不好啊 这个海岗队今天缺少了点运气 是的 欢迎回来 我们还是要再次恭喜 成都荣诚1比0拿下了比赛 而且也继续延续着 他们的不败近身 因为赛前我们有长达 一个小时的时间 有很多的消息 当时有媒体啊 有球迷 似乎都看好海岗 可以我们看到了 识人荣诚 非常坚韧的方式 站到了最后 两位老师解说了 一整场的比赛 不是也有很久 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呢 这个结果应该是想不到的吧 是 看最后换人应该想不到的 这个刚才雪儿也说了啊 这个很多人都认为 海岗有机会获胜啊 那么在这里也恭喜一下嘉诚 因为嘉诚在赛前说 不是 这个比赛他觉得 但是 让我们流人 这个比赛